赐福燕云祖风图 乃周晋王四年 鲁昭公二十六年 西元前五一六年 孔子年三十六岁 居齐 在齐国大夫高昭子家中讲学 齐景公再次向孔子问 为政之道 孔子回答说 为政要节省才用 景公听了认为很对 且非常欣赏孔子的政治才华 除了想把尼西的田地 封赠给孔子 并预示孔子在 祭祀与孟孙世之间的官子 等于宰相般的地位 这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 是何等的礼遇 但燕英却静言说 那些辱世的话难以考察 不可以作为规范 且其态度傲慢 自以为是 这种人不能做臣子 君上想用他来转移齐国的习俗 孔男如愿 景公遂向人传话给孔子说 我老了 恐怕不能用你了 孔子于是马上离开齐国 回到鲁国 画中右边 盘坐积席之上 白虚老者 即是年近六十的景公 两旁有严肃附驾的服乐手 职户向景公敬言 身材矮小 戴官帽者 即是上亲大夫燕子 一旁送行戴官帽者 想必就是齐国大夫高招子 一旁有四成 坐在牛车上 拱手致意者 即是孔子 牛车周围年轻人 即是孔子随行的学生 孔子离开鲁国时 是慢慢地离开 表彰对父母之邦的 依依不舍之情 离开他国 则是迅速离去 表彰不合则去 绝不留恋 这是进退的智慧 为什么燕平仲要阻挡孔子的出路呢 乍看之下 好像是一位没有气度与见识的小人 实则不然 燕子认为 孔子会被卷入齐国的政治恶斗 甚而惹上杀身之祸 才对国君做如此的劝谏 燕子将孔子当成朋友一样的爱护 孔子也赞叹他 懂得交友之道 说燕平仲善于人交 久而尽之